这个我原来啊,在这个多伦多那边 在北约克住 在斯丁斯和乌德拜交口那哈 有一个斯丁克斯 斯丁就是钢 克斯呢,就是箱子 它是1921年哈,注册的商标 所以是美国公司啊 然后它生产的是那个 钢的桌子 说这个在日本投降的时候 在密苏里号上那个签字的时候 就用的他们这工厂生产的钢的桌子 我当时在那上班呢 是它就挺大 环境还挺好的 但是有很多人哈 是从那个 纽芬兰那边的那个岛啊 就是上北加南做西游动 东边的那个省哈 因为冬天没活嘛他们 他们就 到这个多伦多这打工 那都是年轻的男生女生啊 一说这说串行了 说这死丢case不是死丢是钢吗 case不是这个箱子吗 是这个工厂 好像就是以前都是用木头做桌子 做这个家具 他们呢开始用钢来做家具 而且他们那个当时那个钢的桌子哈 在那个密苏里号上签字 用的那个也挺大的 挺结实的 应该是那个军舰上用的家具 这些是钢的 是钢的钢的钢